本集中的伴侶 我本集中的伴侶 把这个节目提供的伴侶提供 本集中的伴侶提供 我们现在还在使用一般割制机 去做切割我们的胶模吗? 我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技术 我们就直接印刷出来 不需要任何挑字 像这种复杂的图疼啊 图案啊都不需要经过挑字 我们就可以直接探印上去 所以我们先来介绍我们要使用的设备有哪些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这台设备 我们这台设备名称叫做BTF印表机 它是专门印在我们的胶片上 我们只需要准备一台BTF专用意表机 跟一台烤箱 还有我们益生的平常机 可以设定温度秒数 然后再来我们需要一些小工具 工具呢我们只需要准备 我们的一个盒子放里面放我们的BTF粉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铲子 跟一个绿塞 绿塞掉一些比较颗粒的大的 然后呢它需要用到的套材有 BTF热笼胶专用的粉 还有我们的BTF胶片 有这两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制作我们DTF的胶片 好 接下来我们要教学如何使用我们DTF胶片 首先呢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蒙太专用软体 然后这个软体设定的部分 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影片教学 然后我们只需要开启我们的软体 然后打开我们需要的图档 然后设定好我们所需要的设定 然后再来就是按列印下去 列印按下去之后呢 它会传输到我们的音表机上 去做列印 好 我们现在印完我们的胶片 然后印完之后呢 我们到我们最重要的环节 我们需要去DTF胶粉上抖粉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放上去 均匀的撒上去 然后我们只要前后先扫过 再换另外一边扫 它只要基本上有碰到 然后弹一弹 它这样粉就是均匀上去 好 粉抖完之后 我们只需到我们的烤箱 持续恒温大概130度左右 然后放进去 烘烤大概一至两分钟 好 我们经过两分钟烘烤之后 它会冒入水蒸汽 对 我们再把我们的胶片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然后我转过来看一下 好 我们刚才经过烤箱烘烤完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土壤需要的剪下来 然后 准备我们平烫机 好 准备我们衣服 衣服我们现在看背面 然后我们把烤箱扣掉 好 铺上去 铺到我们要碰的位置 好 再来我们就把我们的烫印的胶片放上去 直接铺上去 铺上去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烤箱铺上去 我们把我们的烤箱铺上去 然后再经过温度150度 然后烫印时间15秒 然后时间到之后 我们就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然后抽出来 然后再来 我们要等到它冷却 我们才可以撕掉我们的胶片 好 因为我们现在冷却完毕之后 我们就把它撕掉 有没有 撕掉 然后它就烫印上去 然后像我们以前割字机 没办法挑出这些细小的字 像这些 就会很难挑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 直接一次到一次完成 然后它是很贴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全部完成 我们上面的图案都是用我们DTF 胶片印表机去制作完成的 也我们的领标都是喔